那么既然我们已经会overload等于等于了 那overload小于 就也不是太困难 我们就如法炮制一下 今天呢我想要可以比较U小于V 那照我们之前的讲法 就是我想要检查 U是不是每一个element都比V小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来写一个member function instance function 它的函数名称就要叫operator小于 然后呢长得会跟 刚刚的等于几乎一模一样 你一样先比较一下 它们的dimension是不是相同 相同的话 去看有没有任何一对变数 它们呢是违反你的这个A小于B的规定 如果都没有 那就是true啦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要overload这个小于 也是非常的简单 就长这个样子 好 那么呢今天咱们来overload不等于吧 那overload不等于 你大概也不会太困难 对吧 基本上你既然都会overload等于等于了 那overload不等于 无非就是把刚刚的东西打开来抄一遍 然后把该改的地方改一改 是OK的 不过呢你应该有更好的做法 像这样 今天啊 我如果要overload不等于 理论上应该就是 诶 我来算算看 等于等于会回传什么 如果它会回传true 我就回传false 不然我就回传true 但是呢 这个等于等于的两边要摆什么 右边传进来一个V 所以我把V放在这里比较 这个OK 但是这个等于等于的左边 左边是什么 左边是所谓的我自己对吧 我今天去问 我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不等于 右边那个东西 那右边那个东西就是V 这个OK 但是左边我要拿什么来跟它比 就是要拿我自己来跟它比嘛 所以今天我们这里就会看到这个this this本身是我 这个calling object的address 那前面打一个信号 表示是这个address上面的东西 就是我本人 所以这个语法在写的事情 就是把我自己这个object 跟传进来的这个object 来做比较 如果一样 那就是该回传false 不然就回传true 所以你也可以简化成 就是你把它们比比看 然后whatever you get 你就回传它的negation 这样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好例子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this 因为有的this的话 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写得非常的简便 就像这样子 四行或甚至一行就好了 你不用把几乎一模一样的code贴上来 然后在那边修啊改啊的 你就直接这样写就可以了 reuse你曾经写过的东西 那理论上是最适合的做法 那么今天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没有this的话 你要怎么写这个函数 那就很诡异啦 基本上就办不太到 OK 所以能够看我呼叫这个函数 然后能把我取出来 这个this 这个是很有用的 所以呢 你或许也想如法炮制一下 去overload大于等于 如果你也用类似的方法 overload大于等于的话 那应该可以试试看 然后体验一下 好 所以我们刚刚做了一些事情 我们来这个确认一些这个相关知识 基本上啊 我们在写operator overloading的时候 parameter的个数是受限的 意思就是说呢 你不能够任意的给parameter的个数 比如说等于等于好了 等于等于在这个层次语言 或者说C++的世界里面 它就是二元运算值 所以今天它在myvector里面 当成instance variable 被operator overloading的时候呢 它后面一定只能放一个变数 不能放两个 因为你如果放两个的话 加上呼叫的那个人 它本身 那这样就是三个变数 在一起做 这个是没办法做的 或者是说 compiler不允许你这么做 OK 所以这里会发生 compilation error 那么 parameter的形态呢 就没有限制 这很正常嘛 因为你正在做 operator overloading 那形态当然是可以认你写 所以这里不一定要是一个vector 你可以是一个double 可以是一个int 可以是一个string 只要你自己define 要怎么比较就好了 return type也没有限制 这里看起来是return bool 事实上你也不一定要return bool 你也可以return int return double return void 只要你自己觉得合理就好了 那事实上呢 你要做什么也没有限制 比如说这里是等于等于 那不表示你在这里面 就要去做comparison 对吧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 不过实际上 大家当然不会特地写一个函数 让名字跟内容是完全不相干的 operator overloading尤其 因为你所做的每一个 overloaded的这个operator 它都有它本来的意涵 所以你原则上 不可能会想要去 帮你的operator 去做跟它的名称 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像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例子 你呢如果是overload等于等于 那你里面做的 势必是某种comparison 而且势必是比较它们一不一样 这样子才make sense 好 感谢热的 好 感谢热的 好 感谢热的 好了 感谢热的